中药 治疗中流 中药 中药 治疗中流 我们古时候都有 但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现代以后的概念 哪些中药能够治疗中流呢? 治疗中流呢? 可以这样理解的话 实际上我们这个 常用的这些中药 通过调整营养平衡 通过写实不虚 这些中药 它都在简洁的治疗中流 你身体的条件恢复了 身体的营养平衡了 然后你的免疫力盖上 它都是一个折盖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 你要单独说哪个中药折盖的话 可以说出来一大堆 但是其他的一些专家可能 不一定会认痛 但我是这样理解的 从现在医学上 我们现在的中药 全境之外的 比如说北华社社操 包括郁金 包括恶主 包括偏江慌 它都有非常强的抗癌作用 甚至从这些药里头 我们体验出来 很多单题 来作成一些撑药 来治疗中流 这已经由 现在有的证据 并且由多重型的 打烊门的数据 来支持 然后 就是说我们 汉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常用的中药 它都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是去啥作用呢 就是说我们平常 呼吸的氧气 我们 紧实以后 转化成了葡萄汤 它给我们兴趣的氧气 它全成反应以后 燃烧以后 产生了氧化碳 所以 这是个废物 汉有一个 它产生的一些热量 我们持生在ATP中 就是一些能量货币 供我们身体的需要 但是在这个 发生反应的过程中 它燃烧不充分 就像汽车一样 汽油燃烧不充分 它必定会出现一些吉坦的情况 这个吉坦就是自由基 我们一些中药 跳动营养平衡的时候 它恰好能把一些自由基清除掉 它就是说 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它能够 改善你的烟化效率 改善你的这个 烟化化源煤的祸性 通过这方面 实际上很多中药 都可以起到作用 特别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常见的这个 丹森啊 吴文姿啊 等等这些药 都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就是说 你去炮茶喝也行 你去鹅油喝也行 就是说我们经常开在大厨房里面 这些中药这些轻房 很多很多都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特别是非常有用的 今天你们俩有什么用的 我们来坐了 所以我们来坐下 就是要美的 和你平行的 你平行三个人 你平行三个人 你平行四个人 要是在大厨房里面 你平行四个人 你平行四个人